資料庫那我習慣會在那個我覺得這個 之前跟各位講那個Noltepe Plus Plus他的好處就是說你可以很方便去閱讀 那特別注意說你用Noltepe Plus Plus開的時候記得在程式語言裡面改成JavaScript 他的好處就是說我覺得這個編輯器至少比那個 Dreamweaver來的好很多因為為什麼你看那個標籤有沒有這個前刮鬍後刮鬍會幫你mark起來 還有就是說你們比如說選擇這個方法名稱對不對你把它選選擇之後你會發現下面的方法名稱也會秀出來 這個是在那個 Java裡面沒辦法做到的所以當然我是覺得這樣已經算不錯了 還有就開發的時候盡量有提示的不過Noltepe Plus Plus還是有還是有些地方不足的 這個也是目前開發遇到最大的問題那麼逐步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剛剛的資料庫載入了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各位可以看到Insert into 他那個有六個欄位不過這邊只有篩五個欄位的資料 因為第一個欄位的資料是ID 它是什麼呢 他這邊有個Auto Increment 就是說他自動增號 所以這個號碼自動會增加不用去填沒關係 再來就是後面Values篩的資料總共1234也是只有四個 第幾個欄位呢中間Create這邊有沒有 它是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函數 是什麼呢 現在的時間 包含日期跟 Now嘛對不對 日期跟時間 所以塞進去的話 就是建立時候的那個日期跟時間 那還有這四個欄位 接下來的話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載入什麼呢載入這個時候 那我怎麼可以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 地圖為什麼可以載到這邊來 主要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就是JQuery的這個大物件 當他什麼呢 Document.ready 就是他載入的時候呢 會執行這個方式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就是要做連結 哪些連結 特別注意 你可以把它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byde byde是連結 哪一個事件呢 Page Show Page Show是說 當這個網頁被載入的時候 那 裡面的話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頁面名稱叫Page 叫Map Page 對不對 那這個Map Page 當他被載入的時候 我要執行哪個方法 Get Map 所以基本上你們可以下去 在這個底下找一下那個 叫做Get Map 的這個方法 基本上這個Gate Map的方法 就是載入地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呢 這邊就有寫很多了 怎麼取得目前的 定位點 然後一直往下 他的 RuneInRuneOut 等等的 然後並且怎麼樣 在這個上方 就是加入什麼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點擊的時候要跳出這個訊息 並且把相關的那個Title 就放進來 那因為這個地方 城市比較冗長 我想各位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就是記錄 就是說我們如何 去載入這個地標 並且加入事件 那另外細節的話 其實也可以參考前面 我們講過地圖的部分 所以我大概先 跟各位 講一下這個地方的重點 好 那第一個是 載入地圖的這個頁面 就是方法就是 找一下GateMap 第二個是 還有 總共有這邊有四個 四個Page 就是PageShow 第二個是什麼呢 Home 當Home Home是哪一個呢 Home是這一個 清單 ThisView 那ThisView為什麼他一跳進來的時候 會有這些清單 預設是沒有的 可是呢我怎麼樣從資料庫裡面 裡面 把清單叫出來 放在ThisView裡面 這個地方請各位看一下 他會去執行哪一個呢 執行這個 GetTitle 也就是從哪邊呢 從資料庫裡面 把Title的欄位 在資料庫裡面有一個 資料表裡面有一個欄位 名稱叫Title 把這些欄位通通抓出來之後呢 再分別篩到ThisView裡面 所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去找一下 GetTitle 這個方法有沒有 往下找 我是把它搬到 這個的下方有沒有 GetTitle 那裡面做哪些事情呢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這個 LeastView的名稱就是這個 Resent 有沒有 所以我要找到這個 Resent 的 這個 這個元件的名稱 之後的話呢 再去 資料庫裡面用 Slate Slate 是 查詢嘛 查詢什麼呢 查詢包含id 包含title 等等相關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撈什麼呢 撈資料之後 再利用item 點push的方 這個方法 把什麼呢 把相關的id 相關的這個 名稱 id 等等 把它塞入到 這邊裡面來 有沒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跑的回圈 基本上 就是把這個相關的 title 放到這裡面來 並且做什麼超連結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的點擊超連結怎麼做出來 這邊就有超連結 然後他去抓id 好去show然後呢 再把 相關的這個item放進去 並且後面還記得換行 然後最後記得在refresh 這個清單就做出來 這個是動態的做法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在上面也by的一個什麼 click事件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裡面的做法這個是 我們這個home的這個頁面 當他page show的時候 如何動態載入 清單 如果這個難度有點高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是取得資料 庫裡面的資料 然後再把資料塞到lesserview裡面去 OK 接下來的話 還有兩個page show的事件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一個是displace Displace是哪一個 當我什麼呢 點選其中一個時候有沒有 但是這個地方會有錯誤訊息 因為我用網頁方法 所以呢裡面沒有gps位置 正常狀況在手機裡面應該是不會有錯誤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 網頁上面 所以特別注意 當我displace的時候 他會去呼叫什麼 有一個方法叫get location 另外呢 在new的這個頁面 new的頁面是哪一個呢 就是打卡 當我打卡的時候有沒有 也會跳出錯誤 因為這個時候他應該怎麼樣 正常狀況應該會自動抓到經緯度 從gps 不過會有錯誤啦 那實際上剛剛這兩個頁面 都會執行這兩個方法 叫做get location 那所謂的get location 實際上就是在底下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 get location 特別注意喔 就是 phone gap裡面 如何 抓到手機裡面的經緯度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希望你的手機 能夠抓到經緯度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方法 甚至可以一模一樣 複製 貼上 就可以抓到了 那這個方法裡面有哪一些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在這底下有看到 get location對不對 實際上就這一行程式 這行程式 裡面的話會有要還要再寫兩個方法 一個是 loc 有沒有如果成功的話 如果是失敗的話 有沒有loc location fail 就是 成功執行這個 失敗執行這個 所以基本上 這邊其實是應該講起來了 應該會有 三個方法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記得要三個 一起call 而且你不能夠只有改革 剛剛同學有問到這個部分 我們就 來 那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如果成功的話 他就是怎麼樣呢 把 把 這兩個 金維度 維度跟金度 塞到哪邊呢 塞到原件 這個原件在哪裡 其實剛剛有給各位看過 就是塞到什麼 塞到 打卡 就新增頁面裡面的 應該是這個 跟這個 有沒有看到 塞進來 所以將來會在這邊看到 塞進來 會看到 有沒有 如果說失敗的話 因為我們在頁面上 現在是沒有GPS 另外他也會怎麼樣 幫我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將來可以用 最後 Return True 如果失敗的話 他會出現什麼呢 出現一個Message 一個訊息 用那個什麼Alert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嘛 就是 我點下來 有沒有 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這東西就是 這個Alert的訊息 有沒有 無法取得GPS 因為我現在在網頁上面 但是在手機上就不會這個問題 剛好同學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如果說將來你要修改 比如說在顯示地圖的時候 他現在是以什麼 以那個 普理的 算什麼 普理正公所 為中心嘛 但是如果將來 你希望怎麼樣 不要是以普理正公所為中心 而是以你現在GPS 為中心的話 那你要怎麼改 其實 非常的簡單 只要加一行 就好了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頁面 當他什麼 Page Show的時候 有沒有 去取得GPS就好了 把GPS抓到 放進來不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 你直接怎麼樣呢 當這個Page Show的時候 就剛改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直接 把這邊這個地方 當這個Page Show 他原來有個Gate Map 除了Gate Map之外 你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可以加上一個什麼呢 也Gate Location Gate Location 這地方 也就是說他除了說把地圖載入之外 他在之前可以先把先抓到位置 抓到現在的位置 那抓到位置之後的話 看一下底下 他是不是有個坐標 起始的坐標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了 把 這一個起始坐標 看看要不要把它改成那個 我們的 那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 我們有兩個變數 一個是篩到他剛剛是篩到那個 這個這個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叫做 這個Current 這個 跟一個Current的這個 所以這兩個變數 我們可以把 這個 變數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他本來是 這個 這個普通中心 把它貼上 這個 貼上 這邊的話把它改成LNG 所以第一步就是說 大概改了兩個 三個地方 一個是先取得 現在的坐標 這個時候GPS就會 就會作動 然後抓到現在坐標 抓到之後的話他會存在 那個兩個變數裡面 那我們再把這兩個變數 在這邊有一個什麼 以 正攻所為中心有沒有 他本來是兩個數字 把它改成剛剛抓到這兩個數字 這樣的話 就 搞定 OK大概是這樣 以後的話你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抓到 使用者現在的位置 告訴他怎麼去 抓到其他另外的景點 包含就導航啊等等的 其實也都辦得到 OK大概是 會有這些 這有四個page show 剛剛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怎麼樣去修改 不要以正攻所為中心 而是以什麼 以你現在GPS坐標為中心 我想這部分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有 配這個地方 12 3 4 5 5個 OK 那我剛剛有加一個 加一個這個 當這個page show的時候可以去做修改 等一下再看 其他按鈕的事件 包含就是說我我點擊了這個 他做什麼事他就連結過來 裡面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那還有其他的按鈕 這些相關的 設定 比如說包含導航 網路搜尋等等的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